大家好,我是龟骨骨骨老,迪哥 我们先看一下堂里面 就是说,我们很多龟友在入冬前看过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入冬之后,那个草我们是全部都除掉的 像这些草脉啊,这些只留了跟进 然后我们的冬天过来,它又早晚了 然后我们又刚刚把一部分给它除掉了 讲这个呢,主要也是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生亚黄原龟,那个湿度上高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日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夏天 风度比较热,黄原它也会,乌龟也会自己找一些阴凉的地方 草脉下面呢,是吧,雪儿水泥坑里面呢,躲着啊,躲着啊 然后一个是,一个是,嗯,避暑啊,是吧 一个是就是说,躲起来比较有安全感啊 那我们除掉这些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风一吹,我们这个塘里面的树叶这个漂浮的力度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农村这边是比较开阔的啊,比较开阔的 呃,甲上面的产生了真菌或者什么样子 有的贵友就是没有理解这一点 我强调了很多遍的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风 还有我们除掉的这些草 还有就是那个阳光的照射 它这是一系列的自然作用 那包括在家里也是一样的 呃,如果你的环境维持在八十左右 但是你的环境并不通透 甚至于呃,有阳光 但是阳光不充足 或者说你的阳光都是被玻璃遮挡了 等等的一些原因造成了你的环境并不通透 并不通透的环境加上潮湿 它会自身各种各样 你根本就看不到的病菌 不过就会产生生病 那我们除掉这一部分草 就是让环境呢 它更通透一点点 只要有阳光 风的循环等等一系列的作用 它的湿度再高 它也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包括它的细菌在太阳的照射之下 它不是那么容易产生 就是大家在家里养的话 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个这一点 湿度一定要有 你要保证环境自然的前提下 是健康的环境 你就一定要保持通透的环境 通透通风 还有阳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这个水它脏了黑了 你都可以不用换 因为它这个里面产生的菌 菌群 我们叫菌群 就是对乌龟是有益的 但是阴暗潮湿 它会支撑一些不好的细菌 就是腐蚀你这些乌龟的壳啊 等等一些因素啊 就是大家很头疼的一些问题 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些细节 千万不要误解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 关注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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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